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你讲到老爸 老妈 为什么 我真的特别像 是什么老人 我还讲我老爸 我老爸 我老妈 我忘了 他可以见你 他给你唠叨吧 然后是不是一些 很正常 就那样 对 几十年代的父母 那个时代的父母都那样 去到很多的修行东西 对于修行有很多的制作的东西 就是修业 这么生活化 正常 很简单 是 修行蛮简单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空性正解 不知道佛的职解 如果知道呢 生命就是个修行 生活就是个修炼 你只是在生活里 你不也通过不断的遇到磨难 不断的历烈 不断的思考 闻思 为啥到了四十万不获六七十二耳送 为啥要耳送 你不也得修炼过来才耳送的吗 就是你觉得你认了 你能不认吗 这个世界慢慢的 一切就是这样无常的 一切就在这么变异 是吧 你不认 你生气又怎么样呢 你跟他生气 他能改变 改成你要的样子 改不成你还不如不生的啊 就是这其实已经是修炼了 只不过是你没有把生命和生活 上层之后佛学真理这一块 其实你在生活 你就算是你不学佛 你也在修炼 生活会把你裂成个钢铁的 就是真的你要坚强 为啥要坚强 是吧 因为面对很多不想 见闻觉知的幻境的时候 一切无常的东西 你不想接受的东西 你一定要坚强 你不坚强 你怎么办呢 还活不活了 是吧 难道崩溃了 难道每天都一礼洗面吗 不是这样的 一旦接触了佛学的最高之间 就元气信空这些事情 你就能看开了 就放开这一世的执着 就是放手 对这一世的恩恩悦悦放手 放开这一世 就慢慢放开了生生世世 你才能彻底从生命轮转里面解脱 对 要绝照 绝照自己的起心动力 还要加上空讯证件来绝照 不能说自己冒了个坏炮 说自己是坏的 空讯证件是这个坏炮也必经苦 先放一遍 虽然果报会丝毫不少 到时候你骂了人 人家也会恨你的啊 但是对修行来说 马上就要极有极空 用空讯证件来绝照 然后再加上 能觉得所觉得都空的话 你已经在修正 修正 因为无我了 在修正无我了 就解脱轮回了 这个已经不是在人世界做事了 在解脱轮转 因为有个你就要轮回 因为你经常失去 失去再解回来呗 大家都是这样吧 轰尘嘛 轰尘散乱都由于失去绝照 专注力不够 定力都不够 刚开始轰尘散乱 避诱惑都由于失去绝照 这都是没有绝照力 只是在练 有绝照力的人永远不会 就是有力量了 他就留在那了 那个绝照力就留在那 你不是你要不要用他 他一直在那 看着自己 看着自己 包括你比如在这三扇子 他都觉得这个动静 有个东西在这动 他好像一直没动 这是有绝照力的人 就坐在这 他不认为这个扇子 三扇子的人是他 他不会觉得自己在动 或者静里面 就是他 他始终就是形成一个 就是状态或者一个肢戒了 很坚固的肢戒 这个人动静跟他没关系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 这个绝照力就裂出来了 就不受这个肉体的影响 然后你这样子时间久了 你的气脉就会转变 有些病人慢慢就开始转化 要多打坐 这些更快一点 MING PAO CANADA